李家屯衣衫傍水 盛产玉米和大米 一般农户除此之外 只种些园子地 什么茄子黄瓜大辣椒 豆角白菜西红柿 都是作为盘子里的菜 很少人家会给自己家的小孩种些什么甜盖吃 甜盖啊就是高粱杆 糖分很多 有的呢比那甘蔗还要甜 是小时候农村小孩的高级零食 只是吃的时候 容易被那层坚硬的外皮划伤嘴 这年村里的李老头不知道怎么了 从外地自己家女婿家回来一趟啊 非得在自家地里种上西瓜 说什么物以西为贵 只要咱能种出来啊 那肯定能卖上大价钱 她的老婆听惯了这老公的话 于是东山脚下 原本都出芽的一片菜地 给产了 出了的小白菜芽啊 是都能蘸酱吃了 空出的地 撒上西瓜籽就开始伺候起来 你别说 还用茅草搭了个小窝棚 长得还真像那么回事 因为她家是屯子里第一个种西瓜的 大家都很好奇 没事就来她的瓜地看看 这小瓜苗长势很好 绿油油的是铺满一地 到结果的时候啊 每个曼子上都结了好几个小瓜牛 这李老头这个高兴啊 勤勤恳恳紧紧慎慎地守着 就盼今年能卖上价钱 给家里人都添劲新衣裳 终于啊 开圆瓜下来了 老李摘了一个最大的 敲上去 蹦蹦 空响 嘿 肯定是个傻儿呢 可老李 是个会做事的人 他在晚上乘凉的时候 就将瓜拿到了古井的镇上 等旁爷他们都过来的时候 打开大家吃 这瓜这个好啊 这刀才碰到瓜皮 就听嘎 裂开了 干沙沾满口甜 尝到他家瓜的人 那第二天都去他家瓜地挑瓜 还有的多挑几个 给林屯的亲戚送过去 这算是自然的广告 这有口碑才是硬道理啊 没几天 老李的瓜地就热闹了 天天都有来买瓜的 根本就不用摘就卖了出去 老李心灵这个高兴 就更大方了 每天晚上乘凉的时候 都会摘两个瓜送过去 给乘凉的大伙吃 这天 大家正在井沿上神砍呢 那边一个小孩突然喊了一声 哎 你看那个有个耗子在那啃瓜皮呢 大伙看过去 果然一只手掌大小的耗子正在偷偷的躲在杖子边上 啃着旁边人随手扔过去的西瓜皮 两个小眼睛贼溜溜的乱转 一边监视着众人的动静 一边继续啃着 老李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忽然就同心大起说 我家的瓜怎么能给耗子吃呢 给我打 说着先捡起一块土咔了 冲着老鼠就砸了过去 小孩子最喜欢干起哄的事了 看着大人挑头 哄的一声 全捡土咔了去了 然后是铺天盖地的 土咔了就冲着小老鼠砸了过去 小老鼠本来仗着自己的灵活 想着你们要是看见了我就跑 奈何这么多人竟然一起喊打 真的是成了过街老鼠 一片片土块砸下来 这老鼠啊就英勇的蹬腿了 老李还挺高兴 说今天乘凉热闹 大耗子出一身汗 我再去摘两个瓜 咱们吃 谁也没注意到 这个刚才蹬腿的老鼠忽然就翻身而起 一溜烟的就钻进了别人家的园子里去了 这就是老鼠经常用的装死之计 当天夜里老李依旧看守着自己的瓜地 半夜里他想截手就出了瓜棚 忽然趁着月光就看到瓜地里一个模模糊糊的黑影 正撅着屁股 正在干什么呢 肯定是个偷瓜贼 他想着然后大喝一声 干啥呢 随着他这话一出口啊 这影子就忽然不见了 老李揉着眼睛 还以为是自己眼花了 就没注意 继续进棚子睡觉 第二天老李起来看瓜的时候 觉得少了好些个大个的西瓜 想到昨天的黑影 顿时觉得有偷瓜贼 于是晚上有了心眼 将自个的儿子都调来瓜地里埋伏着 一定要抓住这个偷瓜贼 果然到了后半夜 瓜地里又出现了几个黑影子 这老李心想好啊 昨天才一个 今天拉帮接火的过来偷了 他一声断鹤 带着几个儿子 就朝最近的一个黑影扑过去 他的儿子比较糊 拿了个铁锹当武器 人还没到铁锹先拍了上去 这老李心里这个气呀 本来抓住偷瓜贼就行了 这傻儿子这一铁锹下去 要拍出人命来 那不完蛋了吗 结果到了跟前一看 这哪里有人呢 只有一个被摘下来的大西瓜 哎 老李就奇了怪了 眼看到拍到人了 怎么就找不到呢 再一看 另外几个黑影啊 也消失的是乌影乌踪了 早上起来 果然 又少了很多瓜 而且 幼的瓜竟然才拳头大小 也让人从瓜塘上给摘了下来 这明摆着就是祸祸祸人呢 老李转念一想昨晚上的人影的事 心里又有些摸不着底 这 这是什么人呢 在屯子里 压根也没得罪过人呢 再说 大家吃瓜过来说一声就行了 哪里用的刀来偷呢 想来想去 老李就拎着两个大西瓜 来找刘奶奶了 这刘奶奶呀 正坐在炕头抽烟呢 见到老李 忙着往炕里坐 又让儿媳妇接过西瓜 切了端上来 老李也不跟刘奶奶虚忽 直奔主题 将昨晚上的事啊 说了 然后请刘奶奶 让白香给看看 刘奶奶立马答应了 点上香念叨几句 白香的姿态就上来了 舌头一舔一舔的问 您找我呀 有啥事啊 这是谁家的西瓜 拿过来尝尝 老李急忙 拿起一块递了过去 这老太太几口就吃掉了 巴达巴达嘴说 挺甜的 赶名啊 再给我送来一个 说吧 找我啥事啊 老李又将事情学了说了一遍 这老太太点点头说 你等一会儿啊 我去给你查查 一会儿的工夫就回来了 笑嘻嘻的说 你打得罪个这么个玩意呢 来 我给你抓来了 怕自己跟你说吧 然后只听见刘奶奶的声音又变了 变得是又尖又细 还带着哭腔说 叽叽 白大姐 你咋管这事啊 这事不怪我 是他 先出手打伤我的太孙子的 我那孙子 没活活人 就吃了点他们的西瓜皮 就被他们这顶臭糟 叽叽 就差点打出屎来 我这不寻刺 给我孙子报仇吗 也就祸祸了他家几个瓜 你知道 那已经我的能来 要他孙子的小命 也很容易的 只听刘奶奶的声音又变了 应该是白心 啊 这么回事啊 那确实是他们的不对 咱也没活活人呢 是吧 凭啥打咱们呢 不过总归啊 你们耗子偷东西的名声在外 人家各有你 这么就算了 给我个面子 要不然 我还真得吃你家几个 杀杀你的威风 那奸细的声音又响起说 白姐 咱俩都说好了 你不懂我这卖的人 我也好好管他们 都往正道上修行 那吃的都是善利的东西 你问问这个人 我们就住在他家瓜地边上 除了这两天 我们报复偷了几个瓜 之前有没有丢过 有人换我没 别家的鼠类过来偷着啃 我都不让他们啃 就怕来到我家身上 坏了我的名声 白仙看着老李 老李仔细想了想 确实是那么回事 这瓜鼠这么些天 一次都没有遭耗子咬过 这可是稀奇的事 看来是有帮忙的 于是点头 那白仙也就放缓了声音 这你修你的 我修我的 咱们虽然是天敌 但是修到路上都是同类 你先回去吧 我跟他说说这事 那奸细的声音是如临大赦 赶紧谢过白仙 就走了 白仙这才慢悠悠的对老李说 你都听见了吧 人家是 其不过才和和你家的寡敌的 本身我们野仙修炼 就不与你们人类为敌 你回去好好给人家配个礼 道个歉 对了 明天还得给我送一个西瓜来 挺甜的 说完就走了 刘奶奶睁开眼睛 醒了醒神 然后问老李 都听明白了吧 赶紧回家去办吧 老李不敢慢待 回家后就摘了三个个头大的西瓜 然后沿着瓜地找耗子洞 终于在他家地边上的草岗子上 看到一个比较大的耗子洞 他心想就这吧 也不知道哪个是 反正他是野仙 能找到 然后他放下西瓜 虔诚的说 老仙啊 前几天不是有意冒烦你家家人 现在给您赔礼了 这几个西瓜您就收下 以后还麻烦老仙帮忙照看这园子 等卖了钱呢 我再给老仙送点粮食来 说吧 拜拜回家 第二天过去一看 每个西瓜都被刻出了一个园窟了 而里面的瓜仙 都吃没了 干干净净 只留了个圆瓜皮 这地上西瓜子摆成了一堆 老李知道 这是仙家原谅他了 果然 他家的瓜 再也没有 被老鼠祸害 登到了秋天 老李特意的从家里 带来一袋苞米 扔在了瓜地里 不过 二姨这个人不喜欢耗子 成仙的耗子也不喜欢 他挺疑惑的 白家仙和耗子仙应该就是天敌 那天敌就应该 就应该杀了吗 干嘛留着呀 万一哪天 人家修得比他好 岂不是会反过来报复他吗 二姨就问刘奶奶 刘奶奶笑着说 哼哼 众生平等